我这个大红呢,全部是采用的无土栽培,有机制栽培的,就是利用种子带做了机制栽培的,那边,那边是水培的,我们去看一下,这也是水培的,长势都不错啊。 无论是机制栽培,还是水培,想要去做好,首要的问题就是水培的问题,水培的问题当中呢,关键的就是肥料。 首先一点就是说,你提供的无极盐肥料,一定要全做吸收的大量元素,中量元素,微量元素,一定要全,确议不可。 你不像土壤栽培,你可能某种元素没有去补充,但是呢,在作物当中呢,可能表现的并不是特别明显,但是无土栽培就不行了。 前两天我们一个学生还问我,柴哥,咱这个无土栽培这个肥料里面,有没有硫元素? 我毫不犹豫说,我如果没有硫元素的话,那么我们就种不出来作物。 硫元素呢,属于中量元素,中量元素总共有三种,钙镁硫,硫是其中的一种。 硫元素,如果缺硫了,表现的就是椰片黄化,尤其是收藏点黄化。 因为硫元素呢,它也是不能重复利用的,在作物体内。 硫呢,它是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严格来说是氨基酸的,氨基酸以后,有两种氨基酸再组成蛋白质,它是这样的。 所以说呢,硫元素呢,又被称为什么?品质元素。 为啥呢?因为蛋白质是作物品质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,干物质,是吧? 所以说呢,有人就把这个硫元素成为品质元素,这一点是毫不夸张的。 你包括有些种植户,在种植过程当中呢,虽然说它不是了解硫, 但是呢,它能感觉到,好比说用硫酸钾,弄增填,填度非常高。 实际上硫酸钾当中,一个是补充钾,另外一个又补充了硫。 因为硫元素的补充呢,我们没法去用单质元素,用单质硫呢,一般就只有硫磺,你没法直接用。 所以说呢,用硫酸钾,硫酸钾呢,在作物根据当中呢,吸收还是比较好的。 所以说呢,这个硫元素,我们在种植当中呢,无论是无土栽培还是土壤栽培啊, 硫要重视起来,合理化去补充,去使用。